准备了几个奶油面包放到了真空箱里 接下来排出里面的空气能够看到 这些面包的体积慢慢的变大了 最后里面的奶油也都从里面流了出来 当然这种操作并不能让老外多吃一点 接下来又换成了一个橡胶仁 把橡胶仁放在了真空箱里 随着里面空气越来越少 橡胶仁也变得越来越大 尤其是橡胶仁的肚子变得圆滚滚的了 最终充满了整个真空箱 但是橡胶仁也没有裂开 后来又看到了真空包装 包装袋紧紧的贴在了食物上 这里面也是真空的 于是老外就打算亲自感受一下 准备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 然后几个人就钻了进去 只有头还露在外面 塑料袋紧紧的贴在了身上 可能这样还不是很满意 又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塑料球 在实验之前老外又说了最后几句话 然后钻进了塑料袋中 还顺了一根管子让老外能够正常呼吸 能够看到老外的身体被塑料袋紧紧的包裹了起来 此时老外也是一动不能动 就这样过了没多长时间 老外就从里面出来了 老外觉得倒是还很不做 就像紧紧的被人安在了地上一样 当然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 理想到 我都没有想到